那么这节课我们主要来学习一个新的语法 或者是说一种新的机制 那么这种机制是通过装饰器来完成的 装饰器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已经学过了 那么这个新的特性叫做数据类 也就是DataBase 不是DataBase DataClass DataBase是数据库 那么这个数据类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可以用实际的案例来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新建一个py文件 那么我们就叫做DataClass.py 然后我们按照我们以前讲面相对象的时候 就学的语法知识来设计一个python的类class 我们设计一个student类简单一点 那通常我们会给一个类一个构造函数对不对 Def 然后是init 然后我们有可能会给这个构造函数一些参数 这样我们在实力化这个类的时候 是可以传入一些属性进来的 比如说我们self 然后是学生的姓名 然后是他的年纪 然后我们再设计一个属性 我们设计一个school 也就是设计他的学校的名称 他所在的学校 那么这个是三个属性 那么往往我们之前也学到过了 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属性的当作是实力属性的话 我们会怎么写啊 我们是不是这么写啊 这个self.name等于name 然后self.age等于age 然后self.schoolname 等于传进来的schoolname 那么有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test 这下面这些方法不是我们要关注的 我们重点的关注的是这个构造函数里面的这些传进来的参数的复制的过程 那么像这样的一段代码 其实我们在写passen的时候经常会写到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给这个类下面的实力属性去复制的一种方法 而且在我们学习date class之前是没有其他的方法去进行复制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代码的话 它显得非常的呆板和机械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简化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那这里我要说的是像这种复制的方案并不仅仅的是Python是这样的 其实大家如果学过这个Gioscript的话 你会发现Gioscript的复制也是这样去复制的 只不过Gioscript里面是这样写的 是this.name等于name 但是我们Python里面这个比较个性叫self 但是还是正如同我所说的 这种非常的模板和机械化 那凡是这种机械化的有规律的这样的一种语法方式 一个好的语言 一个不断的进取的语言 都应该通过某种语法打糖的形式 去解决这种呆板的模式化的语法规则 我们先写一个简单的实例 然后可以让这个实例跑起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上self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print self.name 然后在下面我们写一些简单的代码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一个student 等于student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要传几个参数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传入 这个有情愿 iology stripe בסwhelme состояниi 我们随便写一个学校 比如说 Fans 清华大学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adap正s student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这段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确实是可以打印出这个名字的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用数据类来简化这个代码 主要简化的地方是INIT的构造函数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导入input data class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data class的装饰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表象 然后等会我们再解释它的一个原理 那现在有了这个data class之后 理论上面来讲我们这个地方的构造函数就可以不要了 那么这段代码是可以简化成一种更简单的形式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写 注意它是直接的写在类下面的name 然后是冒号 然后要写上这个参数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是str 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写上str 而如果我们是ag的话 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写上int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属性是这个schoolname 那么它的类型也是str 现在我们的这个INIT的构造函数已经取消掉了 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在实力化这个student的时候 还能不能够像构造函数里传餐呢 可以的 因为这个data class的作用 它会帮助你去生成这个INIT的构造函数 所以说下面的测试代码是不用变的 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打印出的这个字符 是我们的student的name契约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来测试一下 这个地方报错了 看一下munch object in another call 这个地方原因是这样的 抱歉 不应该是import这个data class 这个data class它是一个命名空间 我们要导入的是data class这个类 我看一下 应该是fromdata classes 注意 从这个data classes这个包里面 importdata class 这样才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我清空一下 这个运行结果和我们之前看到的 这个运行结果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原理 其实这个地方的原理就是data class 它其实是一种语法堂 然后的话你使用data class的话 它会激动的帮你去生成我们下面 注释掉的这段构造函数 实际的效果和我们自己写这个构造函数 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data class 很多同学可能会认为 这个data class它就只会给我们生成这个构造函数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构造函数的自动生成是最为有用的 可是并不仅仅的只是为我们会生成这个构造函数 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 现在我们把这个data class 这个给注释掉 然后的话这些代码我们也把它给注释掉 我们还原到我们最普通的这个类的这种情况下面 那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 data class这个数据类 它不仅仅是能够帮助我们生成这个构造函数 其实它还可以给我们生成一些其他的魔术方法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REPR 这样的一个魔术方法 其实也是可以帮我们去生成的 那我们现在在没有使用数据类的情况下面看一下 默认的REPR它打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直接print 然后调用我们实力化的小写的student.repr 这样的一个魔术方法 然后我们来运行看一下结果 OK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不用看这个契约 7月是我们下面这个print打印出来的 那么我们主要是看它打印出来的其实是一个可读性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注释 它其实就表明了我们的这个是一个student的object的类这样的一段文本的注解 它的可读性不是很好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使用了这个dataclass 也就是使用了我们的数据类的话 现在它给我们生成的这个REPR打印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它自动给我们生成了一个相当于是构造函数的千米一样的文本 那么很明显这个可读性是更好一些的 当然它还会给我们生成一些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相等的方法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REQ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是 这些生成的方法的话可控吗 其实是可控的 比如说有时候的话我们不想让它生成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装饰器里面传入这个参数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上nit等于force 这个地方要大写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student takes not argument 你看这个地方其实它虽然说是报了错误 但是其实这个错误就是我们所预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关闭了这个数据类 帮我们生成这个nit的这种机制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普通类里面 是没有定义这个构造函数的 那自然的话在这个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去传入我们所需要的 这些构造函数的参数了 那比如说还有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repr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能去关闭的 那么repr它的这个默认的参数值是true 这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没有在这个地方修改成force的时候 它就帮我们重写了repr这个魔术方法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我们把它改成了force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force的意思就是不会帮我们去生成repr的魔术方法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个运行结果 这个运行结果的话应该和我们第一次去检测repr的函数的值是一样的 那这个地方我们先把它改成true 因为我们需要它给我们生成一个构造函数 再来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由于我们关闭了repr的生成 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它打印的就是 这个默认的repr方法所返回的这个字符穿的值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重点学习这个data class数据类的使用 总体上面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有用的 帮助我们少写很多的这个代码 那在这块可能你觉得就是意义不大 因为它其实只是把这种形式换成这种形式 但是如果说你要实力化的参数比较多的话 那其实还是很有用的 好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几个节目再见